上个视频咱提到亚铁离子能以碱反应,生成白色的氢氧化亚铁沉淀,但沉淀会迅速变成灰绿色,最终变为红褐色。 咱也说了,这是氢氧化亚铁被氧化,最终变成氢氧化铁,它是红褐色的。 那这个视频咱就继续学习铁的化合物,先说说如何值得纯净的氢氧化亚铁。 根据这个转化关系,显然咱得避免氢氧化亚铁被氧化,其实也就是避免它与空气接触,因为氢氧化亚铁与空气中的氧气和水反应会生成氢氧化铁。 一般反应都是在溶液中进行的,所以水肯定有,那咱就只能尽量隔绝氧气来避免氧化。 给你几条措施参考一下,首先水中总会有一些溶解的氧气,所以在配置溶液时,咱可以对用到的水进行除氧处理。 比如加热煮沸,因为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,水温度升高而减小。 给你看看实际效果,两边都是像硫酸亚铁溶液中加入氢氧化纳溶液,左侧的溶液没有经过除氧,右侧的溶液都经过除氧。 仔细观察,两边都产生白色沉淀,左侧的沉淀马上变成了灰绿色,而右侧的沉淀在震荡多次后才微微变色。 之后又震荡了10秒,终于变成了灰绿色。 所以,对溶液进行除氧,避免氢氧化纳铁与氧气接触,的确可以延长其存在时间,从而值得较为纯净的氢氧化纳铁。 除了这种办法,你还可以通过给溶液加上保护层,比如植物油或本,或者在操作时将焦头地管尖端插入室管底部,使反应液与空气得理。 刚才在实验中,咱就是这么操作地,都清楚了吧。 知道了这些,咱进一步分析这两种铁的氢氧化物。 大锤通过查阅资料,得知它俩都不稳定,受热会分解,所以推测出这俩反应的化学方程式。 你觉得靠谱吗? 嗯,上面这个好像有问题,刚才说了,氢氧化鸭铁很容易被氧化,所以在加热过程中,可能就直接被空气氧化了,所以最后得到的不是氧化鸭铁,而是氧化铁。 我只能说少年太机智了,事实的确如此,咱可以把整个过程用这个方程式来表示,你要有所了解。 到这儿,咱总结一下铁的氢氧化物的性质,它们可以通过亚铁岩和铁岩与碱溶液反应来制取,其中氢氧化亚铁很不稳定,容易与氧气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铁。 加热时,氢氧化铁受热分解,生成氧化铁。 当然了,你也别忘了它们既然都是氢氧化物,那肯定能和酸氧反应,再生成铁岩。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,你要牢记这些铁的氢氧化物的相关反应。 如果想制取纯净的氢氧化铁,可以对水做除氧处理,可以给溶液加上保护层,或者在操作时将胶头地管尖端插入溶液底部再注入液体。 总之就是避免与氧气接触。 好了,说了这么久,我的铁锤好像生锈了,修理修理,你先刷题去吧。